你好 欢迎收看10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秋季集团结婚 3号下午在理想大地的赛维亚草原来举行 在秋天的时候呢 万平绿地西班牙高地式建筑 当着背景让新人们拥有最独特唯美的婚礼体验 花莲县政府也为每对新人准备了50寸电视 当做是陈嘉丽 而县长徐政卫亲自为新人证婚 而立委夫婚琴呢也担任了南方主婚人 一同为新人们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秋季集团结婚共有51对新人 3号下午与理想大地赛维亚草原应许终生 能与最爱的另一人共组家庭生活 对于未来更能一起努力面对所有的事物 象征了今年参与集团结婚所有的新人 坚定长久的情谊 这是上天给予无上无上的机缘 让大家在人海茫茫中相遇 我想成功了一半 另外一半 我们要一起互信互爱互量 手牵手 我们走迎向人生的另一段路程 而每一个新郎 每一位新娘 都是家中的宝贝 这更是两个家族的结合 或许几年后 您的夫人可能身形已经变得非常富贵了 您的先生可能被因为整个工作被掩头了 但是这就是婚姻 这就是家庭 这就是真爱 所以在这里 曾卫阿姨 祝福我们新郎新娘 在婚姻的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都是一个学习人生 而且丰富你的人生的开始 在这里 我想我们五十一对新郎新娘 可能明年此时 我们有新的生命 诞生在这个家庭里面 婚姻叔叔要跟各位分享 有一天当我回家 发现我的女人 我抱她的时候 她也在抱我 只有几个月大 我拍拍她 她知道爸爸好累 她也拍拍我 她在笑笑爸爸 你好累 你真的可以感觉到 什么叫亲情 而且那就是来自于 你生命的延伸 这是真的上帝 最伟大的恩典 佛祖的恩赐 让各位爱情的结晶 能够伴随这个家庭 一起来成长 你们好好呵护 这个新生的生命 理想大帝塞维亚草原办理的 秋季集团结婚 整体的布置 因应季节的转换 以末文温暖色系 打造更融入理想大帝 庭园直辈的婚礼装饰 五十一对新人步入塞维亚草原 环绕的无边无际 花东众谷景致 浪漫满分 现场许申卫 以及立委傅昆齐 接同新人代表 进行 罗生传情天地的仪式 将幸福的喜训 回荡在众谷三季之间 为五十一对的家偶 信心原定终身 记者凌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这都是诅美一无二 另外